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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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我也是有想過 然後我也沒有在YouTube的正式回答過這個問題 我也有想過我到底要不要綁牙 因為我想為什麼那麼多人問 字幕君真的很醜 可是想通了過後我就覺得好像 不需要改變自己變成你們喜歡的樣子吧 對不對 所以我也是覺得這個也是你們可以想到的是 不用改變別人想要你變成的樣子 做自己想做的就好了 我一直覺得心情好跟心情不好是一個選擇題來的 你可以去選擇讓你的心情好還是不好 雖然講心情不好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啦 但是你卻可以做一些事情讓你自己心情很好 就像跟朋友出門的話我就會心情很好 那我就約朋友出去啊 聽弄一末歌會讓我心情馬上很不好 那我就平快樂一點的歌這樣子 讀聖 為什麼你想做YouTube 其實一開始喔 並不想要做YouTube 因為我覺得想題材啊 剪片真的很麻煩 也不是講懶惰剪片 就是你一開始剪片喔 就是那種非情忘食的剪片你知道嗎 然後又很多人呢 inbox我可以不可以開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Danny啊 寶啊 講配語啊 就講快點開YouTube Channel 然後我就想 還是試試看這樣子喔 然後每次收到評論啊 就講喔 看你的影片很開心啊 什麼正能量那種 我就覺得哇 就是很感動 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我就活不下去喔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是喔 很誇張喔 OK 好 謝謝 蘇珊 你看我留了三年頭髮還是這樣 我的目標是到 要 蘇珊 什麼時候要辦見面會 嗯 這種東西如果自己辦的話會很奇怪耶 我覺得如果是有活動 叫我出行然後跟大家見面那種 我還可以接受 不可能我去一個地方然後跟大家講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然後你們來找我這樣 對不對 是我YouTuber 你還有什麼夢想要達成的嗎 其實 我不懂我自己算不算YouTuber啊 我自己是以後我想開一間服裝店啊 倒閉會倒閉 就是我有在規模 我以後的店會要是怎麼樣子 現在先好好賺錢先 應該以後你們就來 我的店囉 蘇珊 如果不喜歡你要人批評你 你要講印對耶 這種事情只可以看開的嘛 看不開就 沒有啦 有喜歡你的人 就一定有不喜歡你的人嘛 我也有不喜歡的人嘛 我不可以去強迫別人 一定要喜歡我 是不是 如果對於批評的話 就要去分辨啦 如果是我真的做錯了 我就去認錯喔 如果不是我的錯的話 我也不懂了 沒有啦 就是每個人都有雙唇標準的 其實 就是 就像我一樣 如果今天GD在我面前放屁 我會覺得 喔好香 如果蔡總在我面前的話 我就會去死吧 就是這樣子的 知道嗎 如果給你一個機會 你會向未來看好 還是彌補你的過去 如果有關注我的朋友應該都會懂 我沒有後悔過自己做過的任何決定 我其實也不懂為什麼要後悔啊 做錯了就認錯 然後再學習再前進喔 有一句話很棒的是 自責短暫就好 要長銘記在心 然後凡事要三思而後行 只要不是傷害別人的事 都可 Susan 你有想去哪裡旅行嗎 當然是想去歐美國家啊 可是沒有錢 所以在目前想去的是 韓國跟日本 Susan 你現在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長髮啊 你們看我短頭髮樣子 是 你認為你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我覺得我最大的缺點應該就是 不喜歡一個人很明顯 我覺得現在出來的時候 會應該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覺得我自己最大的缺點 為什麼你髮質這樣好 其實我髮質沒有那麼好啊 頭髮應該是幼而不是髮質好 所以看起來會那種亮亮那種 而且我頭髮又很薄 然後我的髮質 如果講好 醒發後跟conditional 然後 每人燙頭髮前 就要擦髮油這樣子而已 Susan 你畢業過後會留在台灣 這不能自己講的你知道嗎 我能不能留在台灣不是我決定的 我們在這裡是念書的啊 唉唷 就一步一步慢慢來喔 以後的事之後再想 耶這Q&A就到這裡啦 尖短又俐落是不是 你們還有什麼想要問我嗎 只有我自己的問題 在下面留言你們還不明白的問題 之後的問題就在下一個Q&A回答大家了啦 還有很多個問題是我已經回答過了 好在不管3D Facts還是之前的Q&A 你們可以回去看 嗯就這樣子 再講拜拜啦 OK的啦 人生就這樣 就這樣啦 欸你不要亂亂拍我 好 好 每一點 尤其他才有放屁事箱的 欸炸每一點 看